我先講一下宋濤 宋濤這個這個話 其實很重要 很值得玩味 我們知道宋濤過去 其實沒有處理兩岸事務的經驗 他唯一的經驗 最靠近臺灣的時候 是在福建 當時習近平當省委書記 但是宋濤當時的位置 其實很低階 所以他也參與不到 什麼機要的事情 所以他這次提拔 他當國台辦主任 大概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就是習近平的執行者 所以他講這個話 因為他在文章 他是寫文章的 這絕對是習近平的意思 2019年習近平在新年談話的時候 當時是告臺灣同胞書 四十週年的談話 他裡面是講到說 在一個中國九二共識的原則之下 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 但這次宋濤已經不探索了 他直接要協商了 探索是什麼 探索說 宋濤我們來研究一下 可不可行 協商什麼 協商說宋濤我們已經決定要做了 我們來討論一下怎麼執行 問題是我有答應你嗎 對啊 而且找什麼有事之事 我跟你講這句話就在搞分化了 對 那現在沒有人敢去嘛 因為你去了之後就變成有事之事嘛 那就紅帽子就戴在頭上了 所以我不曉得宋濤這一招 到底是蠢還是狠 不過朱立倫的回答很有意思 朱立倫當然以他那麼聰明 也不可能不懂宋濤在講什麼 但是對朱立倫來講 對國民黨有志於選二零二次總統的人來講 他們都面臨一個難題 就是在親美跟親中之間 他們必須做一個選擇 國民黨向來他們自詩為比民進黨最更優秀的地方是他跟中國可以坐下來談 馬英九常常講說八年簽了多少協議一堆對不對 但是現在的就這幾年的國際局勢變化是跟中國坐下來談OK 但是要談什麼 還有就是說國民黨過去談的紀錄說實在大家印象也不是太好 所以現在朱立倫他短時間他很難去確定說 那我這個到底宋濤這個招我要怎麼接 有一個觀察重點就是今年三月 中國的人大跟政協開完會之後呢 習近平的對臺的相關人事布局大概就確定 到時候你看會不會有國民黨人跑去中國去 因為二零一九年的七月 有藍營八個縣市跑去中國 他們說是要賣農產品 到最後賣了多少素材我也不知道也沒人統計 但是我們在這個是將來可以觀察指標 但是他講說讓臺灣人回家過年聽起來好感人喔 搶救雷恩大兵的那種感覺 臺灣人現在有我們有不讓他回來嗎 而且過年的機票都還沒有訂滿 又不是說現在訂不到位置都還沒有訂滿 好像說我們把國門關上不讓我們自己人回來 我們沒有不讓他回來 我們是不讓那個沒事的中國工庵客來而已 只要是臺灣人 你只要有臺灣的永久居留證 就可能有一些配偶他還沒有拿到身份證 但是他有永久居留證 你都可以回來沒有問題的 就四個機場直接飛或是金馬小山東回來 那都沒有問題的 所以不要去不要去搞分話 那我覺得最近侯友宜 關於國民黨總統選舉的各種消息 此起彼落 對 除了趙紹康親口講 除了當事人親口講的 那個什麼幕僚啦 是什麼黨內執行人士啦 我一律都把他視為侯友宜的幕僚的homework 我覺得侯友宜幕僚元旦期間蠻辛苦 因為他想很多梗 比如說跟郭台銘談好了啊 然後挖了一個洞給江啟成跳啊 江啟成你這個時候你說 放說他要來選新北市長 那你叫江啟成怎麼辦 他如果一旦露出一點點 見烈心形 那我跟你講台中市長下一屆他不用選了 對齁 林佳龍不就是一個 常常被選舉選被國民黨來笑嗎 你原來不是要選台北市長 怎麼跑來新北市了 那江啟成如果這時候 這是要列出露出一點點欣喜的表情 下一屆台中市長你別想了 誰又挖坑給他跳 我就不知道誰挖坑給他跳 所以江啟成今天知道掰了很多條件 他什麼三個條件說嘛 第一個必須侯友宜要參選總統 第二個是必須他要當選 第三才會有補選的問題 所以這個這個問題大概就差不多結束了 侯友宜的問題很有趣 我覺得侯友宜他很想選總統 非常想選 那他也很急 從他最近很多動作 我我認為他很急 因為你從他刻意去講 因為是侯友宜去見郭台銘 不是郭台銘來見侯友宜 侯這個侯郭配跟郭侯配 我認為都不可能 因為郭台銘侯友宜不需要當副手 我當副手問他我幹嘛 慈禁北市長 對我幹嘛落跑對不對 那郭台銘要當副手上街他就選了 他幹嘛拗到現在 而且郭台銘的個性 你覺得郭台銘可以當副總統嗎 那可能一天到晚 跑去總統辦公室跟他拍桌子對不對 所以不可能 所以不管是侯郭或郭侯 基本上不可能 所以最新的進度是 郭台銘當個keymaker就好了 我不建立要選啊 意思就是說 其實他想營造一個氛圍 郭台銘全力支持侯友宜 郭台銘有沒有支持侯友宜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在講 就是說以郭台銘跟他鴻海集團 今時今日在臺灣 你覺得哪一個政黨執政 對郭台銘有差嗎 應該沒差吧 我也不覺得 有哪一個政黨的總統 會蠢到說 你跟我沒行動 故意去卡你 因為那對臺灣整體經濟 不會有好處嘛 對不對 所以郭台銘需不需要靠著說 我是一個keymaker來獲取我個人的事業上的更大成就 我認為不需要了 以鴻海大到今天這種程度 他就跟臺積電一樣 你覺得誰執政 臺積電有差嗎 他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差別嘛 對不對 頂多可能行政效率上 所以我也不覺得說郭台銘跟侯友宜搭成共識 萬賣算我來當造王者 然後我全力支持你侯友宜 郭台銘要支持侯友宜太簡單 元旦升旗兩個人一起升旗就好了 那畫面會說話 當你覺得當我們所有我們在座所有人看到郭台銘跑到侯友宜的升旗典禮的主場 去跟他一起升旗的時候 我們不會解讀成 對我們不會解讀成郭台銘力挺侯友宜 一定的嘛 那何必這樣子呢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現在是很急 為什麼他急 因為他跟當年的韓國瑜條件不一樣 韓國瑜當時是由下而上拱他 可是我們看從選後到現在 國民黨基層沒有人拱侯友宜 有的只是一些匿名的放話 沒有人基層真正那種基層的跳出來 全部力挺拱侯友宜 像當時韓粉那種力量 韓粉那個雖然大家對韓粉的看法不一樣 但是那個的確是來自基層 那真的是國民黨最基層的 所以侯友宜當然他會有點急 那朱立倫你說他有沒有放棄2014 當然沒有放棄 他怎麼可能放棄 朱立倫現在想避免的是 他現在前半段跟2019的吳敦宜一樣 就是帶領黨打贏了九合一選舉 但是現在朱立倫不想變成 吳敦宜的後半段 吳敦宜後半段很慘 我就不用贅述了 那朱立倫想說 好我既然打贏 那我要延續這個 我要順理成長代表國民黨 來參選總統啊 那朱立倫要參選總統 最有力的武器 就是舉辦黨內初選 黨內初選 郭台銘是不可能參加的 侯友宜除非他真的大破大力 我就辭新北市長 我去登記 要不然侯友宜主動去登記參加初選 機率應該也不高 那請問黨內對手有誰 甚至叫趙少康 然後可能有張亞中吧 因為張亞中 我先幫他報名 因為他每次都會參選 如果是這三個人 還是一樣可以真的你死我活 不用你死我活 一定朱立倫贏啦 十幾%就贏了 一定朱立倫贏嘛 對不對 那這樣侯友宜不就拜拜了 國民黨也拜拜了 你不要看不起朱立倫 所以我覺得都還沒有放棄 那趙少康的角色 我形容他 他是那種比較場邊看球的球迷 很熱情 以為自己是總教練 換頭手換頭手 帶打短打啦 倒立啦 你倒立要做教練嗎 就是類似這種角色啦 他當然他最早表態他要選總統 那如果國民黨有辦初選 因為趙少康也極力鼓吹初選 如果國民黨辦初選 我相信趙少康也會去報名參加 他很想啊 他如果只要有辦初選 他一定會報名參加 但是我覺得二零二四 國民黨幾乎沒有可能提名 趙少康擔任總統候選人 我講這樣 幾乎沒有可能啦 那他現在很多聲量 因為趙少康先生 畢竟媒體出身 他很會創造話題 很會增加點閱率 順便連帶也帶動 他節目的收視率 但是這些都是屬於他個人 那你說他最近講這話 對國民黨有沒有幫助 我不覺得有任何正面的幫助 你去這邊現在就在指派位置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真正比較熱鬧的時候 應該是在農曆年過後 到時候大概各方的人馬 大概也都差不多就位了 也都差不多就緒了 那你也別忘了 朱立倫還有一個最強的後盾 他的岳父高玉仁還沒有出手 高玉仁才是真正的老江湖 所以到時候在農曆年後 應該會比較精彩